各位合作玩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貝影王安教育學院newshoot錦囊廟季 那本季是我們第45季喔 那有朋友問到說我們之前都有講到我們free的版本 就是試用版的免費版的部分 那他跟企業版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這一期呢就好好來講一下 我們看到說光從我們的介面上面呢 當然就有一些差異啊 不過呢他只是顯示說一個是免費版 一個是企業版本 那當然在秀下角也會有不同喔 有一個是我的帳戶 然後另外一個升級的高級版本 好那這邊就直接來破題了 因為有我的帳戶代表說他會有一個波頭來去做控管 那當然在控管方面功能特別多 等一下會講到 那在可愛端的方面其他的功能幾乎都差不多 不過呢我們呢 免費版少了一個就是一鍵還原部分 那一鍵還原是一個非常好非常好 當你遇到特殊病毒或是windows update有問題的時候 他還可以有效的恢復狀況的一個好功能喔 所以這當然就已經差得非常多了好 再來我們講到我們的provide 我們先前許多的呃呃教學影片都有講到很多的功能喔 那當然你會有個管理員可以從遠端幫你控制這對企業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這是企業版最大最大跟免費版的差異 再來他會有很多很多的policy可以使用喔 譬如說你的data ingrain的時間啊 或者是他的版本啊 或者是mure shooting的大小等等的 或者是他的間隔 當然我們今天也有講到說他可以特定的資料獎去做保護 以及呢去做排外等等的動作喔 所以他的原則上面他的變化性就差了非常非常的多喔 好那這就是我們免費版跟企業版最大的差異喔 那呃如果呢 對於我們newshoot還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聯絡方式來詢問我 也歡迎來到我們youtube訂閱facebook按讚喔 裡面就有很多教學影片就像我剛剛講的喔 好那newshoot有很多的使用方式呢都在前面有講到 好那本季呢就到這邊囉 好謝謝大家